开车那个人头就这样转过来看我 那头这样转过来 我傻眼耶 因为那个人半边的脸是空的 意思是说他这样开车对不对 我只能看他另外一个侧脸是正常的 可是他转过来给我看 他这边脸是空的 各位我是童童童仙姑 那今天让我来讲两篇我的故事 其实我发生很多事情都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正在潇洒 大家都知道 那因为我以前都很喜欢当暗公交 有时候可能出去玩都要凌晨一两点之后再回家 才觉得今天有玩到这样子 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星海隧道 我想问大家 如果说你们遇到救护车 一般来讲你们的反应会怎样 像我自己本身 我对救护车 不管是他那偶音偶音声 或者是经过这样 其实我都会离他很远很远 尽量不要有那种 太近距离接触什么都好 我不是那种会好奇的人 去看去接近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只要听到那个 救护车的声音 其实我会起鸡皮疙瘩耶 那因为遇到这种事情 其实好几次 其实我对救护车 我有一种怕怕的感觉 但是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救护车救生也救死嘛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功德的 他是一个很功德的工作这样子 其实我们都还蛮尊敬他们的 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 是因为有一次我们能就是 晚上出去玩 吃晚很晚大概一点到两点 我们是从木灶要往台北的方向回来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走辛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嘛 我们就想说这样切切看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是开一台车 我们那台车里面就刚好那天就坐完四个人嘛 那刚好正要进来的那个辛亥隧道的时候啊 我突然心里就有一种毛毛的感觉 我有种讲不上来的一个氛围 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不适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哪里等一下会有什么状况的那种情绪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朋友他们就开车嘛 然后我们就进来隧道之后 他开没有多久突然我就发现 我看到旁边有一台旧物车 结果一台旧物车是跟我们平行的喔 他在我们旁边开 是时速啊速度几乎都跟我们一模一样 我想说干嘛这样啊 而且往上要没有车 应该也不会开那么慢嘛 你就可以开快一点啦 是不是你在那边实在是我就搞不清楚 可是我在仔细看那台旧物车 它是那种旧旧的 很旧很旧的旧物车 看起来有点破破烂烂的感觉 感觉是这台旧物车 甚至之前有发生过事故的感觉 我那时候是看这台旧物车的时候 我心里有个梦碌是 这台车到底有没有人在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就是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是车子开 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开快一点 开一下前面这样 我说哦好啊 那在开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看 这台车到底有没有人开 我就看到诶 驾驶有人 是一个男生 你知道我想说 我心里就松了那口气 好里家在 还好有人 就心里正在想的时候 突然开车那个人 头就这样转过来看我 头就这样转过来 我傻眼耶 因为那个人 半边的脸是空的 意思是说他这样开 开车对不对 我只能看他另外一个侧的脸是正常的 可是他转过来给我看的时候 他这一边脸是空的 是没有脸的 我那时候想说 不会吧 开玩笑吗 不会吧 只有那时候就是已经很害怕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时候 不管是我朋友开车好 或者是那台救护车开车也好 因为我们都说我就说是时速都很平行 我们都是很平行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好奇想看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可是当我在玩里面看的时候 我突然吓到是我发现里面有听到那种就是 有人那个尖叫的声音你知道吗 就是很凄厉的哭喊跟尖叫的声音 然后我其实听到这一次我很害怕 因为我就觉得很毛 鸡皮疙瘩那时候就一直一直起来一直起来这样子 然后我又看到说不知道为什么救护车里面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除了撕心裂肺的尖叫之外 我看到有人就把他自己身上的内脏 就像肠子啊手啊 就这样扒起来拿起来就拿出来给我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真的傻眼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我那时候当下一直觉得头晕想吐 超级不舒服的 然后他们就是要把他身上的东西这样子一个一个掏给我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他说因为我很年轻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我只知道我现在想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不敢看了你知道吗 我就头感到低下来 然后我朋友就把车子开出去的时候 哎发现那台车没有出来 就是不知道到哪里的时候 这台救护车就没有跟上来就不见了 然后我这时候就问我朋友说 哎你们刚开车的时候排名有没有车 我说没有这条路很安静没车 那我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而且这台救护车它不是很新的 它是看起来就是很旧很旧又破破烂烂 感觉就像那种车祸事故的那种事故车吧 就看起来很像那种感觉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这台车专门在接送这些 可能就是已经离世的人 我觉得也有可能 就是这台救护车专门在接这些离世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很傻眼 然后跟我朋友说 我刚刚看到的东西 我朋友说你不要开玩笑以后 这心爱这条路我哪敢开啊 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会遇到这种状况 我说就遇到了 不然怎么办 对啊 所以呢 大家记得哦 晚上不要太晚回家哦 能早一点回家就早一点回家 有些路它是不是必经之地 我是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一些经济 你们自己就不可考 你们自己就随意啦 随意 那现在我就讲我第二个故事 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就很好奇问说 哎老先生怎么每次找的房子都那种稀奇古怪 或者是那种鬼鬼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住的地方感觉都很精彩那样子 我说当然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因为这次我住的这个地方是有请老师帮我看过房子 因为之前啊 只要每次都是住了之后 出事了才找老师 这老师会很生气啊 我就想说 啊拜托你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好不好 就是以后如果我们要租房子看房子买房子要提前跟他讲 他可以帮我们就是陪我们去看房 因为那个时候我借我看了两三间房 看了三间四间房吧 我想说那我们就同一天时间带着老师跑这样子会比较快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喔 如果你们真的有请老师陪你去看房 请老师穿的轻便的T恤 不要穿那种老师倒跑 懂吗 那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师 然后再来就是请老师跟你配合当你的亲戚 因为那时候我请老师当我的是叔叔 对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嘛 家人陪我们自己来看房 OK 因为很多像房中业啊 然后那个房屋蜘蛛 他们很不喜欢人家有这种老师来看 对非常非常不喜欢 所以大家要记得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安排 就是一天请老师陪我看完 至少说你不用分两天三天十天 你这样子分你钱要另外给 很麻烦 然后老师就那时候去帮我看这间房子 我们这个房子格局很好 正方然后采官家 然后其实还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 就说啊这间可以啦 这间你可以租 我就听了很高兴啊 耶终于 人生终于请老师来看一次帮我租房 可是我住进来 我从29岁住到我现在已经41岁我还继续住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靠近在农历7月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天啊 天气其实还算是蛮炎热的时候 而且我的冷气都是开到24度 对我就很习惯开24度 那我刚有讲我是按公教人 到现在也是一样 没有一两点以后绝对不睡觉那种人 然后那天呢我也是一样就是滑手机看小说听音乐看影片啊 在那滑滑滑滑滑 诶 我就突然觉得我们家灯就啪一下闪了一下你知道吗 我想嗯 啊是怎样 我其实有时候神经真的很大条 我也想说是 接触不良或陷入有问题 我也没有想到有的没有的 那种嗯啊怎么这样 灯就突然刚刚闪一下这样 然后至少灯又回来噴音只是闪一下而已 就突然心在想说哦没什么事情 突然啪 我的灯整个就暗掉了 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 然后我的直觉反应是 我先看窗户外面我看对面的房子或路灯 我就那样把窗帘打开啊 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我就看 哎啊旁边那个好像楼梯间都有灯耶 因为我看下面的那个路灯也有耶 那为什么是我家屏然后我就看一下冷气 然后冷气还在运作耶 我那时候想说哎现在是怎样 好我就心里觉得有种怪怪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我闻到一股铁锈的味道 很浓很浓的铁锈味道 然后我想说现在是什么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吗 然后那个时候是已经一点多了一点多的时间 这时候我隐约因为我是小套反正是真的很小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看到我的床尾站着一个男生 一个男生全身是斜的男生 然后头破血流 然后身体就是可能手脚可能断掉要怎样 然后就站在我的床尾一直看着我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真的胆子都飞着 然后那时候真的吓死了 然后你一直闻到那很浓的那个血腥味很浓很浓一直 他那一整个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然后你又看到那个男生整个站在你的床尾一直看着你 然后我跟你讲说 我好痛 我好痛 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每次我遇到都是要跟我讲你痛我痛那种感觉 我又帮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 你只能请你家人帮你啊 可是这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赶快念阿弥陀佛光世音菩萨 本人念的什么都是拿出来念这样子 那时候我真的是吓死了然后 突然这男生发现到我不理他还是怎样你知道 他突然很生气喔 他就突然很生气的瞪着我看 然后就跟我讲说救我 救我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救你怎么救 我要怎么救 然后在这个瞬间 就突然 啪一下我灯就回来了 那个东西也不见了 那我刚才想说我刚才看到幻影嘛 我刚才是真的遇到了嘛 可是你知道那个整个情景是很冲击你知道吗 还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而且又看到刚刚样子又闻到那个味道 我真的就是心里有蛮害怕的 那就是过了没有一两天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那种公寓附近很多就三姑六婆 就有一个妈妈跟一群他可能姐妹在下面聊天 这样子刚好经过 他说 你知道吗 前几天发生一个连环车祸 因为我家住的地方 是离那个建国是很近的 所以呢 那一边 其实时常晚上 我跟你讲 都听得到很多救护车警车在那边跑 真的很时常 所以常常发生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故 其实我也觉得很正常 你知道吗 只是说 那个那个妈妈就讲说 你不知道 一点钱 连环事故 死了一两个人 然后 我就问那个妈妈说 死一两个人喔 说嘿呀 我说大概几点 说一点多左右 我就心里想一点多左右 不就是我还没有睡觉那个时候 刚好他讲那个时间就是刚好那个男生出现的时间 你知道吗 我想说不会吧 那么巧合 那时候我之前有点吓死 我打电话给老师 我就跟老师讲这件事情 老师是跟我讲说 因为刚好农历七月时间 可能你的频 频道跟他的频道有接散线了 所以他可能是过来给你求救还是怎样 这样子 所以你才会遇到那个 好兄弟 可是老师说他没有恶意 他真的没有恶意 他当下这个人可能就是 真的很痛 但是他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所以才想说跟人家去求救 这样子 可是老师说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走了 他那时候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只是一个魂魄出来 这样子而已 所以当时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不是跟我讲这房子很好吗 老师说 偶尔遇到一两次 你算是最好的福气 我想说对你这样讲也对 不会像之前我遇到那么多有的没有的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插曲也是 差点把我吓死 可是确实这个房子是好啦 可是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有想听什么故事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同学们有好的故事可以在下面投稿给我 记得每周三的网上 记得 就是所有的首播 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线上所相见 然后一样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然后 记得 锁播 不见不散 同学 下课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下方资讯栏连结